全球的热钱又来了 小赚小赚 报酬利 两三趴吧 蛮开心的 赏户应该多少赚到一些钱 大概一次停板而已 大概有五趴以上 差不多 相近 本周台股天天涨 耗资的股民赚到钱都笑了 因为台股利拼过年前有大红包 连欧洲版量化宽松政策都来助政 资金行情一触即发 激励欧美股周四大涨 台股周五也爆量翻扬 开盘一举突破9400点整数关卡 更一度强涨超过百点 指数占上9471点 毕竟去年9月2号的前波高点 9503点 创下五个月新高 让股民对后市更有信心了 机会挑战上次的9593 台股月底的行情应该都还不错 不过接近过年 我们要休那么多点 还是要小心一点 周五台股多头大军气势如虹 股王大力光在外资连12买推升下 爆量大涨超过5% 盘中更飙上2770元 再创历史新天价 台积电也大涨3%以上 盘中股价攻上145元 市值攀上3.75兆元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股后汉维科也不甘示弱 早盘一度冲上1500元大关 随后在平盘附近整理 资金行情火热 金融和传产股接棒演出 受到金融无法全数过关加持的金融股 涨幅超过1% 传产股中的食品股表现最亮眼 上扬超过1.5% 其中未权财务警报初步解除 股价更是飙上涨停 指数跟日线的指标来看 似乎有略为背离的一个迹象 那也代表说 转线上是有一点点超涨的一个情况 那后续来看 这个欧美股市如果没有办法在QE的带动之下 持续的这个上涨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就要下周的话 或许会有涨多整理的 分析师表示 台股能否持续走高 得观察外资是否持续卖超 以及本周日希腊选举也是变数之一 记者洪晚前吴国豪台北报道